台湾政坛风起云涌 然而,针对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指控却震惊了全国 知名媒体人,前政治人物傅梅峰指控柯文哲性骚扰 这些指控源于一次内部会议 傅梅峰声称,柯文哲在会议期间对他有不当的举动 消息传播迅速,使即将到来的选举更加动荡不安 如果这些指控属实,将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权力动态和不当行为的画面 以直言不讳的傅梅峰,毫不犹豫地将他的遭遇公诸于世 他的勇敢举动引发了全国对性骚扰的讨论 特别是在权力高层 这一事件的爆发,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台湾政坛的权力结构和性别动态 许多民众对傅梅峰的勇气表示赞赏 认为他的行动有助于揭露和改变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 同时,也有一些人对这些指控表示怀疑 认为这可能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无论真相如何,这一事件无疑将对台湾的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媒体的广泛报道,更多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许多女性开始分享她们在职场和政治圈中遭遇的类似经历 这使得性骚扰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开始着手调查 试图找出真相并给予受害者应有的正义 这一事件的发展,让人们不禁思考 台湾的政治文化是否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傅梅峰的勇敢行动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她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勇敢的发声和追求正义都是值得赞扬的行为 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将对台湾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并可能改变人们对权利和性别关系的看法 傅梅峰的指控详细且令人不安 他声称柯文哲在一次内部会议期间对他有不当的身体接触 他声称柯文哲抓住他的手腕,抚摸他的手臂,并称赞他的皮肤 傅梅峰表示,他对这种不必要的关注感到震惊 但据称的骚扰并没有就此结束 傅梅峰表示,柯文哲在会议后继续联系他 他传简讯给他,称他为仙女 甚至还向他提供了一个政府高官的职位 傅梅峰认为,这些行为不仅不恰当,而且构成性骚扰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受到了侵犯和贬低 面对这些严重的指控,柯文哲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他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也没有直接回应这些指控 他的沉默震耳欲聋,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疑虑 柯文哲的法律团队只表示,他们将在法庭上处理此事 他们声称,由于法律程序正在进行,柯文哲无法公开为自己辩护 然而,他的沉默胜于雄辩,这让人们质疑他的责任感 以及他是否认真对待这些指控 对柯文哲的指控引发了轩然大波 公众意见分歧,一些人表示震惊和失望 而另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 政坛同样动荡不安 政治人物黄国昌公开表示支持傅美丰 他呼吁对此事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 其他政治人物则更加谨慎 呼吁公众在所有事实都清楚之前,不要妄下判断 这起案件已成为一个政治汤手三语 有可能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 第五部分 《煤光灯下的人生》,傅美丰的故事 傅美丰对争议并不陌生 她的人生充满了胜利和磨难 而这一切都在公众的注视下进行 她以一位魅力非凡的电视新闻主播的身份成名 以她的智慧和口才吸引了观众 之后,她转战争谈,担任台北市议员 她直言不讳的性格和犀利的言辞 为她赢得了赞赏者和批评者 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傅美丰从未回避过表达自己的想法 即使这意味着要挑战现状 傅美丰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勇气和决心的故事 她在新闻界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多年努力和奉献的结果 她的报道风格独特 总是能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并且她的新闻节目成为了许多家庭的必看节目 她的名字成为了新闻界的代名词 代表着诚实和专业 然而 傅美丰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新闻界取得成功 她决定进入政坛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改变 她的政治生涯 同样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作为台北市议员 她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议题 从环保到教育 无所不包 她的直言不讳和坚定立场 使她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 傅美丰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在哪个领域 只要有梦想和决心 就能够克服困难 实现目标 她的勇气和意力 激励了无数人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她的一生 无论是作为新闻主播还是政治家 都充满了光辉和成就 第六部分 往事的回想 心爱影片丑闻及其后续影响 2001年 傅美丰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她卷入了一起震撼台湾社会的丑闻 一段未经她同意拍摄的私人影片 被泄露给了公众 这起被称为心爱影片事件的丑闻 深深地震撼了傅美丰 她面临着巨大的公众压力和羞辱 媒体的狂热追逐不舍 剖析着她的私生活 并对她平头论足 傅美丰感到被背叛和脆弱 她选择离开台湾到国外寻求庇护 她在英国待了几年 在牛津大学学习 并远离媒体的窥探 重建自己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她不仅专注于学业 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试图重新找回自我 傅美丰在牛津大学攻读心理学 这门学科帮助她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她还参加了多个支持团体 这些团体成为她情感上的支柱 帮助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尽管远离家乡 她依然关注台湾的动态 并通过网络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这段时间的沉淀和反思 使她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傅美丰在英国的经历 不仅是她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 也为她未来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她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 如何在逆境中找到希望 并最终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段经历让她明白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够找到出所路 傅美丰的故事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激励着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第七部分 坚忍不拔的精神 傅美丰的韧性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个人和职业挑战 傅美丰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 在性爱影片丑闻之后 她本可以轻易地从公众视野中退却 但她选择回到台湾 决心夺回自己的人生 她公开谈论了自己的经历 拒绝被过去所定义 她的勇气和决心 使她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坚强象征 第八部分 一个与骚扰作斗争的社会 更广泛的背景 傅美丰对柯文哲的指控引发了台湾社会 对性骚扰问题的必要讨论 她的案件 Starkly提醒人们 骚扰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即使是在权力最高层 这也凸显了受害者在挺身而出时所面临的挑战 害怕不被相信 害怕被被评判 害怕遭到报复 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 傅美丰的勇敢发声 鼓励了其他人 分享自己的故事 打破了围绕这一普遍问题的沉默 第九部分 寻求正义 寻求改变 未来的道路 对柯文哲的指控非常严重 需要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 真相必须水落石出 正义必须得到伸张 但除了这个具体的案件之外 社会更需要改变 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文化 让骚扰受害者能够安心地站出来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得到倾听和支持 这需要解决权力不平衡的问题 挑战歧视女性的观念 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促进尊重和平等 傅美丰的故事 Starkly提醒我们 争取正义与平等的斗争 还远未结束 的石顶 培理想 达语 调查 3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